嘿 大家好 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開箱一組耳機 那這組耳機相信應該有不少人都已經看過它的開箱影片 因為我在標題上面跟封面上面應該就可以看到這一組耳機喔 這次我要來做一個比較叛逆一點的做法 就是我要把這組呢 我這次要來把它跟Switch一起接上去使用 肯定會有很多人很不明白啦 因為買了PS5的耳機為什麼特別要跟Switch的接起來使用 原因就很簡單 叛逆嘛 就是叛逆對不對 誰說索尼的耳機就只能去接索尼的主機 它上面呢 其實也有特別寫到說有支援到PC啦 還有支援到一些Mac的系統 只要有可以吻合的 它都可以使用 那因為這組耳機啊 其實它的定價差不多是3000塊左右 這個價格呢 對於耳機來講 它其實也不算到太貴 甚至算是一個平價門檻的耳機 至於戴起來的到底好不好啦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喔 聽起來聲音又是怎麼樣呢 以索尼家來講 我自己是充滿期待的 所以也在實際聽完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這組耳機呢 會給我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其實現在的索尼啦 它有出了一個新的電競品牌 這個新的電競品牌呢 據說 好像會對遊戲的調教再更好一點 我覺得有點 好像自家打自家人的感覺 雖然說它另外那個品牌 有另外一個電競名稱 但是啊 是我的話就會覺得 這個應該蠻超值 就可以使用了 反正就這樣 先來開箱一下 OK 那麼這次我所買的呢 是黑色的無夜黑的這一組喔 算是有別於大家一般都買白色的印象啦 上面其實有一個PlayStation的Logo 所以可以很明確知道 它是PS相關的周邊設備 這邊呢 其實有特別寫上一個啊 它可以在PS5上面 聆聽到最完美的3D音效 這點其實讓我有點小小的好奇 那如果是它現在新推出的電競耳機呢 會不會也是最完美的 另外這邊它其實也有標示出資源到的相容裝置啊 有PS5 PS4 還有PSVR 在VR的部分是一定要用有線連結 沒有辦法用無線的 這也難怪 因為VR本身可能就沒有USB的插槽 再來是 下面這裡有寫到啊 本耳機一跟多種使用Windows或MacOS的作業系統軟件 行動裝置 個人電腦相容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試用看看 尤其是接3.5的耶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吧 好的 那麼接著拖出來的話呢 整組耳機 哇 它被我撕破了 耳機的本體 它其實整組都黑色 我覺得質感算是還不錯 上面的話呢 比較偏向塑膠的質感 而且是硬質的塑膠 我覺得 說實在 上面這裡的話是真的就還好 因為它薄薄的 這樣子薄薄的 下面這裡也有做一些 有點像是軟塑膠那種質感的材質 不過這一塊啊 就比較像是輕膚材質的 而且它有一點緩衝的功能 所以戴起來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它不需要做什麼高低的調整 如果你戴上去頭型是比較大的 這個就會直接撐到比較上面來 那如果你頭型是比較小 可能就是這樣子而已 它這裡就代表著 一般要調整高度的耳機 一個就是說調整長度啦 因為一般在這邊都有一些 可以調整長度的關節 它這組耳機就沒有 所以兩邊的話是整個 有點一體成型下來的感覺 流線型還不錯 整個看起來是 哇 彎彎的感覺 不知道強度如何 如果摔到的話真的要注意一下 可能怕它比較容易斷掉 耳機的泡棉看起來是非常厚實 可是實際上捏起來好像還好 因為到這邊呢 它就有這個比較硬的 耳機的本體的地方 差不多到這邊 所以它實際上 差不多泡棉厚度是這樣 然後呢 裡面 它其實深淺程度是有差的 像這邊稍微淺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稍微淺一點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稍微的深一點 對於耳朵的弧形來講 應該就是會有一個比較完美的貼合 那耳機的左右邊呢 是把它設定在這裡 這個上面這裡有寫R 就是右邊 這邊是L L是左邊 那左邊的話 它是把按鍵做在左邊這一耳的後方 這邊有可以調整的 就是聊天模式或者是遊戲模式 這邊呢有一個關閉顯示器的按鈕 然後接著是音量大小的調整 然後還有一個是麥克風的開關 這麥克風的開關其實還蠻貼心的 因為它有做出一個橘色的樣子 如果你按下去之後呢 橘色就不見了 那再按一下呢 橘色就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 可以標示出你的麥克風SKYS管 然後接著這邊 有一個USB-C的插頭 3.5mm還有開關的部分 開關的話呢是直接做切換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就是麥克風的收音孔 珍珠耳機基本上就這樣 右耳的部分呢是全部就比較乾淨一點的 接著看一下有什麼樣的周邊部分 收明書呢在這邊有兩份 比較簡單的說明書這邊有做一些按鍵上面調整的說明 最後一盒它裡面配上的應該是一些線材的部分 那果不其然有一條3.5x3.5 而且它這3.5x3.5其實做的還蠻貼心的 因為有一邊呢是做出一個L型的樣子 另外一邊則是做出直出的樣子 這樣子直出應該是接耳機啦 那這L型的話就可以接一些其他的設備 它就不會直直的這樣子有點長 會去牽引到別的東西 算是還蠻貼心的一個設計 接著還有一條USB-A對Type-C的接頭 這個蠻特別的 它是不是延長線之類的接頭 啊不對它應該是提供充電的一個接頭啦 最後有一個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接收器了 其實大小來說呢也不算到太小 但也不至於到大個存在感太重 基本上質感還算不錯 打開的話它也是全黑的上面有個PS的Logo在上面 那是USB-A的 後面這裡有一些它裡面的檢驗字號啦還有產地等等 剛才在簡單的看完說明書之後 其實有發現到它這邊呢的調整功能啦 像CHAT跟GAME的這一個呢就是 如果我開在CHAT的狀態 遊戲中的人聲呢我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那個人聲會比較大一點 那調到GAME的狀態呢就是以遊戲的聲音為主 另外這邊關閉監聽跟開啟監聽的方式 它不是螢幕的部分啦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跟隊友講話的時候呢 你要在耳機裡面聽到自己的聲音就把它打開來 這樣子就聽得到了 有點類似我們在直播的時候會帶耳機 就是監聽自己的聲音狀況如何 這個算是一個蠻貼心的設計 對於在玩遊戲呢會直接用聲音來溝通 尤其是用PS裡面的功能來溝通的話 這個就蠻重要的 最後再補充一個就是它這邊其實會有一個電源的燈 在這邊它現在在閃動 不過呢大家剛才應該也已經看到了 它所附的這個接收器喔 就這麼的小一顆而且是USB-A 重點就是USB-A 在Switch的掌機模式之下 其實它只有提供到Type-C的接發 所以呢我又另外準備了一個東西喔 就是之前我所買的這種USB Hub 它是Type-C的接頭 那我覺得一定有人會講 用這種方式接這麼大一組東西 在你的Switch下面晃啊晃的 到底有什麼好用的 沒有我們就是秉持著實驗的精神 好不好就是今天一定要把這個Sony的耳機 接到Switch上面去聽聽看 而且呢我還是要用無線的方式 欸對就是這麼任性 這個有線的方式啊 我相信百分之一百是可以的 所以呢我就要用無線的方式來解解看 到底呢可不可以順利的在Switch主機上面 來運作這一台耳機啦 首先當然我們就是先把Switch打開 這個打開來其實它是屬於一個熱拔叉的功能啦 Switch的這個應該是USB Hub 先把它接上去之後 接著呢因為它這邊有USB-A的接頭嘛 蠻簡單的 但是我們就是好像掛一個尿袋的感覺 這樣子好像有囉 我再把這個打開 真的就是可以用了好不好 你看喔 現在我把USB這個地方先把它拔掉 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上面 這邊這邊 小拇指這邊 再把它插回去一次 插回來 它的USB就出現了 這個時候呢 欸 它就會自動做連結 然後我的耳機就有聲音了 基本上這應該是走2.4G的傳輸方式啦 一般來說呢 你只要能夠把這個USB的接頭接上去 像現在它的耳機裡面就已經有聲音了 只不過呢我調的比較小聲一點 再加上我想要再試一下它這個戴起來用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那我們就先進入一個試用的時間 順便呢我也會把PS5拿起來稍微測試一下啦 看看這所謂的3D音效感覺起來的樣子到底如何 小小可惜的是它這邊啊 它其實還是有那個塑膠的那種接縫的感覺 好這邊 一個塑膠的那個接縫痕跡 OK 那麼接著經過了一些體驗之後啦 來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使用起來的心得 首先呢是戴起來的舒適程度 我是覺得它這一圈啊 耳朵的部分喔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小圈一點 可是實際上在戴呢 並不會說有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啊它的這個 雖然深淺程度有一點磨它一樣 但是你戴上去 因為耳朵就是後面這裡會比較大嘛 前面這裡啊是比較貼合在你的臉頰上面 基本上呢戴起來是不會有什麼碰到裡面這個網狀物的問題 而且會感覺到耳朵壓到 這個都還不會 那我自己在戴啊 是因為這一圈比較小一點喔 耳朵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要稍微的調整一下 才會剛好把耳朵整個包覆起來 那對於眼鏡這個感覺 應該也不至於到會壓到痛的樣子 啊上面這個地方我是覺得 欸這個就比較不一樣了 因為啊我戴下去頭肌本來比較大一點 幾乎把它給撐到最高的上限 那撐到最高上限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的頭部啊 一直很在意這個頭髮的狀況 它比較容易被壓邊 而且啊我會一直覺得說 上面好像有一個東西 壓著你的頭 讓你的頭髮呢會跟你的頭皮非常的貼合 這種感覺跟一般耳機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調旁邊這個啊 戴起來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像一般的耳機我通常都是調到最大 戴上去之後上面會稍微鬆鬆的 雖然說還是一樣會跨在我的頭髮上啦 一樣會影響到髮型喔 不至於到有一個東西 一直在上面頂住的樣子 啊這個就戴起來會比較不一樣 那使用起來基本上Switch的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的掌機模式啊 為什麼他不是把這個東西做成了Type-C的接頭 因為一般的Type-C接頭 要轉接成USB-A是比較常見的 但是呢如果是USB-A要轉接成Type-C的接頭呢 就比那麼麻煩一點 再加上USB-A啦 就有這種正反面的問題 所以你在插的時候就只能插到正面喔 才能夠順利的把它插進去使用 整體這樣再戴起來 我覺得音效上來說是非常不錯的 那Switch的掌機是真的需要透過轉接 才能夠接上去 底座的部分呢 你就直接把它接到底座旁邊的USB接口 就OK了 而且因為它的大小沒有說到很大 接上去之後也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孔的安裝 筆電的部分呢我有稍微測試了一下 在剪片的時候也稍微把它拿來聽聽看 聲音的部分表現到底如何 這個一樣是把它接上去 當然我用Mac的話呢 它裡面必須得要去設定 音效調到這個USB的裝置上來 它才會順利的從耳機來發出聲音 最後就是PS5主機了 因為這一台其實就是專門給它使用的 應該是說這一組耳機就專門給PS5搭配使用的 所以在使用PS5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它接上去之後 然後耳機打開它就會直接配對 配對完之後呢它就會直接設定成耳機的輸出方式 甚至也會把它的3D音效直接打開 裡面還可以調整水平 因為它說這個在帶的時候 會因為每個耳朵的長的位置 跟你的耳道的位置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它可以調水平 也就是說你帶起來的時候 可以進到系統裡面去調整 像我自己多少是選擇拉低一點 感覺聽起來那個水聲好像比較像在旁邊 因為它的測試當中會有一個水的聲音 在裡面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當然左右耳要設定的話都是OK的 最後就是聲音的部分聽起來 我是覺得這一組耳機呢 它不太像一般的索尼耳機 會比較強調在重低音的部分 可是這一組比較會有一些細節的表現 可能是因為3D聲音吧 要那種遠近的效果 你必須要有一點比較輕的感覺 才可以聽得到它越來越輕越來越遠 所以在聽起來它的聲音會比較注重一些細節的表現 可是重低音的表現就沒有到那麼的高 那當然在聽起來我覺得是還蠻OK的 開到很大聲也不會說有那種破音的問題出現 當然我相信以Sony的水準要做到耳機 你稍微開大聲一點就會破音 應該是不至於才對 當然如果說它是使用3.5mm來接上所有的設備 應該也都是會更簡單才對 畢竟這3.5mm已經是很多設備的輸出標準的接口了 所以一定是沒什麼問題的 最後講一下這個耳機給我感覺兩個小小的缺點 第一個就是剛才所講的這個 這個不太習慣的地方 因為它真的會頂住我的頭 那這跟我個人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頭髮比較習慣這樣抓給它翹翹的 另外一個就是聲音的部分 它是可以在耳機上面調大小聲 包含Switch也是 如果你的Switch呢 本身從主機來調到最大聲 發現還不夠大聲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邊的音量 這裡有一個調音量的地方 這邊只要再調大聲一點 相信這個聲音一定可以附和到大家所需要的音量大小 這個再調其實它不會因為裝置去做一個記憶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筆電裡面剪片的時候 可能是習慣筆電這聲音 調整完之後呢 到Switch可能就沒聲音 可是到PS5又可能會突然變得超級大聲 這塊是比較沒有那個自動調整到 就是至少不要讓你會爆耳朵的感覺 這個可能就是它一些小小的狀況 語音功能我自己應該是不太會去使用 但這邊還是錄一小段給大家聽聽看好了 哈囉哈囉哈囉 這個就是用這組PS無線耳機所錄出來的聲音 各位呢可以來參考一下 看看這組耳機的聲音呢 到底會給你什麼樣的感受吧 好啦最後這組耳機啊其實就它的價格跟整體使用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算是CP值蠻高的 而且它使用的應該是這種2.4G的方式在走 所以啊在連接的方面算是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種的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它剛好是搭配耳機嘛 所以這兩個東西搭配起來 他們的傳輸的延遲度會比較低 尤其是在打一些比較即時性的 像是射擊遊戲啦 或者是一些音樂遊戲要中節拍的 這樣子的延遲感你在玩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強烈的感受到拍子對不上的樣子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有什麼想要看的開箱影片 想要特別去體驗看看的不同的3C產品 也歡迎分享給我 那就下支影片見啦 Bye